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曹良斌 我从事艺术创作 特别是摄影 同时我也成立了一个非营地组织 叫做Lightbox摄影图书师 主要的任务 Lightbox摄影图书师主要的任务 是希望能够汇集整理台湾的摄影出版物 同时提供给民众只有阅读 在我介绍Lightbox的一些具体的事情的时候 我想先简单地回说一下 摄影以及图书师的历史脉络 这是第一张 大概是世界第一张照片 在1826年的时候 由法国人Joseph Niebbs所拍摄的 这个照片有点模糊 但你可以看得到 大概是窗台外的 阳台外的景象 有点建筑物 这张照片曝光时间八小时 接下来这张照片 大概是1837年的时候 另外一位法国人 尼耶普斯的朋友跟他一起研究 叫做Louis Diger Dagaer 那 Dagaer在尼耶普斯的研究基础之上 继续了他 尼耶普斯很不幸地过世之后 达格继续他的研究 然后最后得到这张影像 大幅地缩减了他的曝光时间 大概是从八小时到几分钟 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影像也变得相对的清晰 然后大概很重要的一年 1839年这一年 法国政府决定向大概 埋下摄影的专利 然后把摄影这项技术 当作是礼物送给了全世界 这是摄影术 在诞生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源源 接下来我们来到1848年的美国 美国在1848年的时候 Boston的公共图书馆成立 那它是美国的第一座公共图书馆 那如果你可以看得到这张照片 如果你从 这是Boston的公共图书馆的其中一栋楼 叫Macking Building 如果你从这个楼的中间 底下那个三个入口处 入口进去之前 你可能抬头看 你会看到这个雕像 以及上面三个大字 Free to all 就是我在 我去过那个地方 然后当我看到 在几年前 我还在纽约念书的时候 我去了那个地方 然后当我看到这个字的时候 我很惊讶 160多年前的美国人 他们在创建公共图书馆的时候 图书馆里面所那些书本 爆章杂志期刊等等 那些所蕴含的知识 他们认为 理想上那个理念 应该是Free to all 这件事让我有点震惊 回到2016年的台湾 让我们发现 当我们想知道 台湾第一张照片 是什么时候拍的 或者是你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你想知道过去台湾 有哪些人做过哪些创作 我可以怎么样的延续 然后又可以有 怎么样的创新的时候 你发现 台湾的摄影资料 其实很四散 而且有点残缺 那除此之外 你发现 你想要去一个地方 阅读摄影书 你想要找人讨论 碰面讨论 这样的地方 你一下子 可能通常也想不起来 有哪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的大学 我们现在的大学 其实也没有摄影系 严格而言 有一些零星的摄影课 然后 偶尔也许你会说 我看到很多的摄影的展览 蓬勃地发生 我们常常也有很多的摄影展 但是你发现 如果你仔细去看 很多的摄影展 其实它成效不上 因为力量已经分散了 所以 我们有点 我们看到这个现状的问题 然后我们想到 或许我们可以 就是身为创作者 除了个人的计划之外 我想我们也可以做点什么 实际去改善这个环境 所以 后来我们希望做的是摄影图书室 然后 但我们在做摄影图书室的时候 除了回应 台湾当前的现状的问题 我们希望改善它之外 当然我们很重要的 我们希望延续摄影这个概念 以及图书馆的概念 在创建之初的时候 人们的一些理念 所以 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就是 Free and open to all 它不只是自由的 而且是开放的 自由代表 那个知识 那些书本 在取得 阅读这个书本的路径上 它应该是通常无助的 另外一个就是 当你有一些很好的资讯的时候 它应该被公开出来 那Lightbox 基本上 为什么要取名成Lightbox 那有用过DPM拍照的人 大概知道Lightbox 中文一般翻成灯箱 简单地讲就是一个 有光的 会发光的盒子 那你通常是用来检查照片用的 但我们希望 我们所成立的这个空间 好像一个 会发光的盒子一样 然后它 因为汇集了很多 累积了 汇集了很多人所捐赠的书 然后累积了一些有趣的人 然后进行很有机会 很有很有趣的讨论 有机的讨论 让这个地方发光 当然 我们也希望Lightbox 在形象 在意象上 你有一种给人比较明亮 给人能量的感觉 然后就是我们的logo 就是有一点点 在设计上 你知道它是书架 所以有摄影 跟图书室的那个意涵 那接下来带各位看一下实地 看一下Lightbox 目前长的样子 然后目前 一开始创建之初 我就把我自己 手边有的大概四百本书 捐出来 当作初期的馆藏 然后陆陆续续的 在大概半年多的时间 我们现在大概有一千八百本的书 然后更重要的是 我们这些一千八百本的书 是来自于超过一百多个人的捐赠 那这些捐赠者其实 来自世界各地 而且有机构有个人 这是你们看到的Lightbox的一个局部 它平常是一个静态的阅读的空间 但我们有时候也会邀请重要的 或者是像这张照片你可以看得到是 就是台湾一个很好的独立摄影杂志 叫做《摄影之声》 然后邀请他的主编 以及当期的一位撰稿者 来到Lightbox做一些talk 希望能够跟读者面对面实地的交流讨论 因为我们觉得在网络时代 虽然很多事情可以在网络讨论 但那个面对面的交流也很重要 那就是一些Lightbox 在进行活动的时候的一些异象 那接下来我想就是说 我们整理Lightbox主要的任务就是 汇集和整理台湾摄影出版物 但是我们要如何收集到这么多的台湾摄影出版物 传统来讲我们可能会有几种想法 第一个就是我们跟 例如我们的目标是在2020年 获得2020本 2020本书 如果这个目标其实有很多种做法 有一种做法就是 我们积极地跟政府申请补助 跟中小企业募款 然后可能花一年的时间拿到100万 然后用这100万去买2000本书 这是一种方法 但是我们最后选择 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 现在就是所谓的crowd sourcing 就是群众外包 就是那个过程也许很漫长 我们希望成立一个组织 告诉大家台湾摄影的重要性 以及它的价值 希望大家能够民众 能够均均地推广这件事情 然后让有能力的人全书 那个过程也许很漫长 我们现在半年多 但是我们陆陆续续地跟100多个人 或者是机构有联系 然后发生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 我们可以让那个文化的参与的程度深化 你真的面对到很多的人 然后收到很多各式各样的事物 然后进行很多的讨论 让你在通往朝向那个台湾摄影的建构的过程中 更有饥饿多元 所以我们希望用这个crowd sourcing的方式来去做 那当然crowd sourcing的方式有很多 有很多种 但是我们目前的想法是 它可能没有最完美的方式 但我们不怕 就是你不太能够找到一个完美 就是最有效的方式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过程中都会犯一些小小的错误 但就是我们所学习到的是说 你不需要要求完美 但你只是希望不断地改善自己 发生错误的时候怎么办 面对它 承认它 然后检讨分心 然后赶快想个好的方式 然后move on 去解决它 就是你不用完美 你这样压力很大 但是你可以不断地改善自己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接下来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到底收到哪些书 这是台北市立美术馆 我们跟他们联系 我们成立了这样的单位 请你捐赠 请你捐一些书 他们人非常好就捐了 然后这是首尔 韩国首尔的摄影博物馆 我们去跟他们交流 他一次捐了四十几本书 回来的时候 我的心里还超纵 发了一千多块 然后这是摄影家姚瑞宗的书 然后我跟他讲 二话不说 把他几乎所有的出版物 全部捐给我们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是郑大的郭立新教授 我跟他说 我要成立这个来报摄影图书 不知道老师 我就跟他讲这个消息 其实我没有跟他募书 但他非常好 他主动说 我到时候开学之后 你可以到我研究室来 我有一些摄影类的书可以捐给你 他那时候就很谦虚地说 大概一两百本 我说好 OK 然后我就带了跟我两位同事 另外右边是我Livebox的两位同事 阿兰跟云元 就是好吧 一两百本 那也许我们就带十个箱子去吧 就后来整理整理 他我们搬了二十四个箱子 OK 然后我那时候想 他数学可能不是很好 但他人蛮好的 对 就是他最后我们收到了他八百三十八本书 然后这个是我们最后那个样子 就是 我右边那个是我图书馆里的云人 他现在目前是全台北市包书套 包最多的男人 每一本书我们都很尽力地保护他 因为都是捐赠的 但是我想 上面提到几个例子 一些机构 一些个人 那我想在曲目的过程中 那个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 就是我们希望告诉所有的使用者跟捐赠者 就是giving what you can 就是 你不需要捐二十四箱 或者是你要捐十几本 你可以捐一本 或者是 你可以 就是只是来使用就好 就是 那个概念是乐捐 就是 参与 成为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你可以成 就是 不需要任何的捐数 我们希望你们来使用这个空间 因为我们希望你们能了解 当代摄影里头 跟台湾社会的关系 那 如果你认同我们的理念 你觉得我们做的事情很有趣 你可以从使用者成为 这个计划的参与者 但是我们希望它是快乐的 因为这件事 文化参与 公众参与 它本来是一件好的事情 那 接下来我想要 藉由这一个 这个 这个是 你看到这是 四十七本的《原件杂志》 《原件杂志》 《原件杂志》 各位可能很年轻 大概是1985年 有 创办人是陈印珍 陈印珍先生 那 在1985年代 大概在几年前后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 反映了当时 台湾社会 的一个很重要的刊物 那很可惜 它只出道 大概四年左右 四十七期 然后这是 李星老师曾经 李星老师曾经 是这个《原件杂志》的参与者 他以前也拍照 那最后 也捐赠了这些书 那我希望从这个《原件杂志》 也许各位没翻过 但是 如果各位有机会去翻的话 你可以知道 影像跟社会之间的关系 其实是息息相关 我想要接下来介绍 几位台湾的当代摄影家 让你知道他们的创作 就当代艺术 当代摄影 它其实跟我们的生活 其实并没有那么遥远 这是摄影家 吴正章的作品 很快的 带各位浏览一下 你可以看到他 在台湾的各个景观里头 你大概看了几张 我准备了四张照片 你大概知道 他在画面里头 那个是他本人 然后在拍照的过程中 他把自己 用闪光灯把自己的脸打得 过度曝光 所以你看不到 他是 faceless 他是没有脸的 所以他可以是你 他可以是我 然后你可以看到到 背后的工厂 排放了很多的黑烟 然后这个是台风 风灾过后的景象 以及 屏東机场的蚊子馆 盖好了之后 没有使用的蚊子馆 以及我们现在的都市发展 都市化 不断的 一个都市化的过程的景观 你可以知道 他在那里 在那里 木然的 没有表情的 在那里 你知道他想要讲的是什么 以及我们那些 做的这个 城市化发展的过程 他提出了很重要的问题 以及很尖锐的问题 在那里 接下来就是 杜云飞 他拍摄了 可能有人看过这个系列的照片 这些狗基本上是 他在动物收容所 在这些狗被安乐死之前的照片 例如这张狗 可能在他安乐死之前的 两个小时的时候拍的 就是说 这基本上几乎就是一照了 在帮狗拍一照 你看到这些狗 可是他的拍摄的方式 你觉得这些动物似乎是有尊严的 在死以前 他是有尊严的 但是你看到这些影像的时候 你会觉得 为什么人类社会的我们 有权利决定他们的生命 我们是不是过度了 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 为什么可以这样 人跟动物的关系 有没有别的方式 很沉重 然后接下来这位是沈照良 那你可以看一下他的东西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这样子的舞台车 应该有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这个舞台车出现的场合 以及上面的图腾 例如第一张照片 这个底下 你可以看到那个中间是凯旋门 然后上面好像是迪士尼乐园 然后这个出现在可能是婚宴的场合 这个出现在庙口 那这个旁边有土地公大概是他生日的时候 那这个除了有田边很美丽的倒影之外 你知道可以从这个舞台车停放的位置 跟那个庙 土地公庙的那个相对位置 你可以从这个形式上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你那种传统社会里头 人神关系那种很素朴的很前进的 因为那些舞台车上面的表演是给神看的 然后你也可以从这上面的那些图腾象征物 你可以读出台湾的那种场面文化里头 对外来文化的那种吸收接纳程度以及变通 这些舞台车以前是很阳春的 就是有活动的时候 通常是神的生日的时候 他们会去搭台子 但是现在很聪明的台湾人把它跟卡车结合 像变形金刚一样停好之后展开 在夜市在描绘在各个地方 这些摄影作品 都是我们台湾创作者所创作出来的 很有价值的东西 但最后我想给各位看一下这张照片 可能有些人知道这个人John Thompson 一个苏格兰的探险家 在1871年的时候在高雄拍的这张照片 可能目前是比较早的台湾早期的照片 但我不是要讲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让我想到 身为创作者 让我们想到的是文化的主体性 在摄影书诞生的19世纪 台湾以及台湾这个岛屿上的人 一直是被观看的对象 被书写的课题 我们并没有 严格来讲 我们并没有任何在影响文化的主体性科研 在19世纪的时候 但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三位创作者 只是我们当代艺术家其中几位 但我想讲的是 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并不只是相对于台湾以外的文化 刚才听了上一部管中明老师的讲 其实文化的主体性更应该被放在政治经济挂摔的今天 我们政府告诉我们很多经济发展 整天我们听到很多经济发展的口号 或者是行动方案或政治上面的政策 但是身为文化创作者 我个人认为文化工作者 你必须要清楚地知道一件事情是 你的价值不是市场决定的 也不是收藏家决定的 或者是你的艺术经纪人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 这不是你 而是你所相信 你之所以从事影像创作 艺术创作 是因为你在世界你所相信的价值 简单地讲 你的艺术创作不是经济决定 不是政治决定 而是你作为一个作者 你需要有那个作者意识 需要有那个主体性 尤其当我们想到 之所以这么讲 是因为我们看到的太多 我们成为文化工作者 我们看到太多 文化部在推那些文创产业的时候 有时候你看的那些条文规定 你真的不知道它到底是文化部还是经济部 就是如果连文化部都经济挂帅的时候 我觉得是很有问题的 文化跟经济之间的关系 不是一到两端 就切开没有关系 但是理想上应该是互为主题 互为主题是什么意思 就是经济发展跟文化的发展 应该是既竞争又合作 我们是合作大方向 因为那都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 但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是良性竞争 我们应该身为文化人 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文化的愿景 说我们应该用文化来领导 引导经济发展 当然关聪明老师绝对不会同意 他说我们经济也会带动文化的发展 但我们必须要这样子互相的竞争 良性竞争 因为我们都要比好 这才是对的 如果你现在有一个相对好一点的部长 我比较有点期待 但在过去你真的觉得那些制度 真的会让你在进行文化交流 文化工作的时候会非常的无奈 对不起 总之我们希望做的事情 我们目前的地方很小 但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中长期的 我们并不会因为我们目前很小的 有一个很humble很小的beginning 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 我们不能做很远大的事情 我们希望很重要的就是 刚才提到那张照片 是希望提醒自己 我们想要做的一个成立的宗旨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自主 当我们开始了解 我们愿意去了解台湾的单位摄影 它的价值一一所在 当我们愿意打开 让更多人能够进来参与 了解认识台湾的摄影的价值 这时候这是自由 它是最终的目的 但它也是一个方法 让大家能够很放心的 安心的去阅读 你才能够带动到后面的情急活动 我并不是说 我们推动免费 所以你就不够买 那我们希望的那个消费是在于 你认识的 你去阅读之后 你真的了解那本书 那些作品跟你的关系 以及你看到它 对你个人的意义之后 你去买它 你去支持它 你去购买它 而不是 听说这个也蛮有名的 那我也跟着买一本 放在家里 然后你发现你看不懂 然后也不想再翻第二次 我们不希望是这样 最后 就是我最后一张slide 最后如果能够一句话总结 今天我要讲的就是 公共参与很重要 因为你跟我都是我们台湾文化的内部参与者 然后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跟我都可以决定 我们未来的文化是长什么样子的 我们可以去改变它 摄影可以让我们对一些事情 一些人事物改观 但改观之后更重要的是要改变 那个social change 来自你我的参与 然后我们可以决定 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文化 好谢谢我讲太多了 谢谢 谢谢